影片開始之前呢 大大致敬一下目前的所有醫護人員 欸大家可以看到我是阿康 目前應該不只台灣啦 全世界的人呢 對於疫情其實都還蠻敏感的 說到防疫啦 最根本的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維持你自己身體的健康狀況嘛 那再加上蠻多人 都跟我講 欸阿康你可以拍多一點APP的介紹嗎 或是說 Appwatch多一點應用的介紹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會分五個大點去介紹APP的應用 就幫助你的身體可以維持一個健康的狀況呢 來增進免疫力 其實不管是任何疾病 這都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啦 那也順便給一些 還沒有入手Appwatch的人呢 有一個健康的參考嘛 因為畢竟我覺得 Appwatch呢 其實最重要的賣點喔 就是在於 健康的功能 如果你說一些生活應用阿 專業運動 我相信其他牌的手錶呢 也都可以做得不錯 甚至有些地方呢 還比Appwatch還要好喔 也就是因為這個醫療健康的功能呢 最好是Appwatch 跟其他廠牌的智慧手錶 有拉開距離的一個地方 那這部影片所介紹的APP跟功能呢 之前一些影片也都提到過了 因為這部影片呢 多半啊 有講到以前的東西 我就用簡單帶過的方式 想要類型更多的資訊呢 我就把影片連結都放在下面留言處 以及有所謂放在上面的資訊卡 有興趣的人呢 再自己去看看囉 影片看起來別忘了按讚 分享 訂閱 開關鍵線 打開小鈴鐺喔 第一個 就屬於睡眠類型的App 我新摸到的就是 Sleep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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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管就叫Sleep Plus好了 還有Sleep Watch喔 睡眠類型的App 我之前有一部影片講過 AutoSleep跟Pillow的 那如果你對AutoSleep跟Pillow的 有興趣的看詳細說明的人 可以點這一部影片 或者是我就把連結放在下方留言處囉 如果你原本是屬於一個 你不會戴Apple睡覺的人呢 那我也鼓勵你試試看戴著睡覺啦 畢竟你的手錶都買了 不戴著睡也代表你少一個功能用啊 我給一個結論 如果你要數據簡單又顯眼的人呢 你就是用Pillow跟Sleep Plus 你要數據多樣 然後去多做一點評測的話呢 就是AutoSleep跟Sleep Watch 這些Apps能單獨使用嗎 欸沒有喔 你全部下載一起用都沒有問題 那我有摸到中文的就是AutoSleep跟Pillow嘛 以AutoSleep來講喔 你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我要怎麼切換成簡體中文 就進來你的iPhone 一般設定語言那裡 把你的語言偏號呢 簡體大於英文喔 這樣你的AutoSleep 就會自動的變成簡體中文了 那跟AutoSleep有一個同捆包嘛 就是AutoWake跟Hardwatch 這個我等一下會補充說明 這裡就先講到AutoWake 這裡就補充一個睡眠的小知識喔 那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欸我們睡眠時間應該蠻長的啊 八九個小時 可是為什麼我起床還是這麼的累 這會有一個原因啦 就是如果 你是在一個生眠的狀態下 被叫起床喔 你當然會特別的累嘛 因為我們的睡眠其實有分很多種 我們的睡眠 大家應該普遍都知道說 會有一些淺眠啊 REM啊 生眠這些東西喔 如果你是在生眠的情況下 把你叫起床 那真的是會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AutoWake就是輔助你喔 在你比較 淺眠的狀況下叫你起床 不一定是你完全設定的那個鬧鐘時間啦 來判定一下你的睡眠狀況的叫你起床 那我自己嘗試一下 我覺得這個真的幫助很大喔 因為他已經時間是不是比較早了 且沒時間把你叫起床 你可以先好好把你一整天的工作失序啊 工作的事項都先把它排好 除了對你的精神有大大的幫助以外 對你的工作效率也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提升喔 那照來C Plus 他除了數據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明瞭以外呢 他還有一個提醒你該睡覺 以及Typical night的評分 Typical night呢 就是跟你講你平常的睡覺時間 是屬於哪一個曲線 就是來好好告訴你 你需要調整一下你的睡眠習慣啦 Sleep Watch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還有一個分數的對比 就是評比你跟所有使用Sleep Watch的使用者呢 你的睡眠評價的分數處於在哪裡 這會是一個很好的評判說 欸你跟一般人比起來 你有沒有特別失眠的問題 或是說你的睡眠品質 跟其他人比起來有比較不好 所以你可能就是透過很多的方法 比方說一些清音樂啊 多做運動啊 飲食啊 調整你的座級時間啊 來讓你的身體維持最大的健康喔 這個目的我覺得才是 一個健康運動手錶該有的 畢竟他就是要督促你一個健康的身體嘛 我跟你講啦 手錶這個東西再買就有了 錢再賺就有了 身體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那以Sleep Watch來講 Sleep Watch其實除了數據非常的全面以外 那他的訂閱制我也非常的推薦 其實還蠻便宜的 也可以做7天的試用 那不要忘記喔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這7天的試用呢 要去幫他取消啦 第二個是Water Minder 這個是我發現一個新大陸的地方 他是需要付費的 就是170塊 但是我覺得這170塊 真的花的非常的值得啊 可能你會覺得說 欸 我要去寄我喝多少CC的水 是有點麻煩啊 我跟你講不會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有買水壺的人呢 你就非常的好寄啦 你就可以自己設定你的杯子的大小 那當你喝完一個水壺的水 或者是說你平常最常喝哪些飲料 就是去設定這個CC數 然後呢 非常的簡單 手錶直接點個兩下 就解決記錄你一天的喝水量 你可能會覺得 欸 好像很麻煩 但其實不會喔 真的花不了你2到3秒啦 為了你的身體健康 花2到3秒記錄有這麼困難嗎 那 或者是說你懶得用按的 你就設定一個Siri的捷徑嘛 是他一個很大的特色喔 你可以自己設定你喝水的Siri捷徑 以及你喊出什麼話 Siri會幫你記錄你喝水囉 嘿Siri 喝完一瓶 好的 已加入Water Mountain而說 已記錄700毫升水 以及他還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外觀 不同的設計 在你不同的表面 你放不同的位置 都會有不同的外觀 不同的顯示喔 這點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厲害 非常好玩 如果你還是覺得以上這些方法太麻煩 你甚至也可以設定一個手機的Widget 直接點下去就直接喝水啦 我覺得就是督促你喝水啦 畢竟多喝水 多洗手 多運動 就是身體健康的最基本的嘛 如果你不運動 睡眠不好 水量要攝取不足 那不要跟我講 你有多健康的身體啦 所以我覺得 這個水分的攝取APP 真的是還蠻值得下載的一個APP 再來第三個 是呼吸 這個是App Watch 又有內建的功能喔 你可能會覺得說 呼吸有什麼了不起 那其他點的 睡眠跟水分攝取 是屬於生理上的 那呼吸呢 就是屬於心理上的喔 我相信大家專用App Watch 人多半都會遇到一個情況就是 Wash突然叫你要開始呼吸個一分鐘喔 那其實他也不是亂叫你喔 當呼吸呢 跳出來警示的時候 我真的會大大建議你 停下來 60秒 做個深呼吸放鬆一下 為什麼呢 他既然會跳出來 料理說他偵測到你的心跳啊 你的活動啊 這處於一個比較繁雜的狀況 所以他才會跳出來嘛 就像一條線一樣 當你越綁越緊越綁越緊 他中央一天會斷掉的 你需要給他適時的放鬆一下喔 當你越緊鬆一下 越緊鬆一下 你才能保證說 這一條線可以一直的生存下去嘛 那而且呼吸並不是這麼簡單而已 它會記錄在你的健康的正念啊 以及讓你可以判別你的心率變異喔 就是會多讓App Watch 記錄一下你的健康資訊 再來第四個 就講到運動上的功能喔 運動上我們想到的就是 心跳嘛 那剛才有講到一個銅滾包 就是 Auto Sleep Auto Wave 以及Hard Watch Hard Watch呢 就是偵測一下你 所有一整天下來的心跳 或者說你運動啊 酒做啊 你的心跳變化如何 甚至說還有另外一套App 就是 Hard Analyzer 我在這一部影片有提到過了 我也把連結放在下面留言處 這部影片我就先簡單的提到一下 最重要是有收集四個點的資訊 那這四點呢 其實就給你一個很全面的心跳檢測喔 那我覺得這四個數據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 最大飾量 以及 Maximal Heart Rate 的GANS Formula嘛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會評測說 你整個人的身體 以及心跳的狀況喔 來建議你說你在運動的時候啊 你的心跳呢 大概要達到哪個曲線 這一次的運動 才會是屬於一個 比較有效的運動啊 不然說真的 你也等於沒在運動啊 那以及它有一個 Resting Heart Rate 基本上這個就很簡單 你就看到它的曲線 你跟你講 你是不是Good 等等就好了嘛 非常的簡單喔 那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戶外步行20分鐘 這是我每天推薦你要做的 你必須要做戶外步行20分鐘喔 你的App Watch 就會幫你記入你的 最大射氧量 那什麼叫最大射氧量呢 理論上來講喔 我們知道運動員 他每次呼吸呢 他所攝取的氧氣 一定都比我們好嘛 那這個數據呢 在Heart Analyzer裡面啊 他也會給你一個解析喔 告訴你說 你的身體呢 健康狀況以及區間分數 大概是在哪裡 所以回過頭來講 我真的覺得 Heart Analyzer這套App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就其實他給你一個蠻基礎 但是卻也蠻有幫助的數據喔 來督促你繼續的去運動 至少你有多為人的數據 到時候你遇到問題呢 你去看醫生 這些數據 多多少少 我相信應該都可以 對醫生有點幫助啦 所以其實喔 每天就給自己20分鐘 我相信啦 雖然說現在大家應該都還蠻繁忙的 但是要拿出20分鐘來走路運動一下喔 不管你是早上早點起床啊 或是晚上走出去便利商店買個東西喔 我覺得應該都是還做得到啦 真的 為了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喔 每天就給自己一個放鬆 以及簡單的運動時間啦 記得你健康類型的App 你都需要開全線喔 有些人都會跟我說 欸 阿康怎麼我的 怎麼什麼App 我沒有偵測到數據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全線沒有開喔 所以 記得下載健康類型的App的時候呢 一定要在健康那裡開全線喔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是台灣目前還沒有開放的 就是屬於新電圖喔 這個也是很多人私訊我的 以亞洲來講喔 就是香港跟新加坡 目前是維二 可以用新電圖的地區 台灣呢 之前有在講 要不要開放 但是 說真的 不知道有多久 那 很多人問 如果台灣開放了 目前現有的版本可以用嗎 答案是可以 只要你是買第四代過後的 第五代 等等 都沒有問題 只要到時候台灣開放了 你只需要做一個小更新 你就可以使用新電圖了啦 所以說蘋果的新電圖喔 都有給你一個免責的聲明 可是 至少就像我剛才講的 多一個數據可以評判嘛 我是覺得啦 既然這個功能都是屬於Apple Watch 賦予你的 我當然是覺得說 希望台灣可以早點開放啊 不然其實大家買到的都是 就是閹割板嘛 縱使說這個功能 可能你用不到 你也覺得 可能對你沒有那麼大的幫助 但是這就是花一筆錢啊 我雖然說新電圖 並沒有跟你說 你的心臟哪裡有毛病 可是 他就檢測出來說 欸 你的 心跳好像不太正常 不然這樣可能很多的因素 可能是因為 你睡不好啊 吃不好啊 或沒有運動 或許調整一下就正常了 但是 有些人就是因為有這個警訊嘛 來去做一些預防性的看診 那你才真正發現說 原來你的心臟是有問題的 畢竟 預防 大家都說剩餘治療嘛 那整體上來講 我會希望大家呢 真的好好顧好身體啦 畢竟全世界現在屬於一個 疫情的狀況嘛 真的好好善用這部影片 有提到的所有健康功能啦 畢竟我們花錢 不僅僅是買一個手錶 最重要的是還要讓他呢 好好督促你一個健康的身體 這部影片有講到的 呼吸啊 喝水啊 心跳啊 睡眠的數據哦 會讓你覺得 欸 好像蠻有趣的 一個競賽的感覺 而去好好調整你的生活 健康的作息哦 就是讓你維持身體健康 不再那麼把胃 也不再那麼無趣哦 所以 如果你是已經買Apple Watch的人 記得要好好善加利用 如果你是還沒買Apple Watch的人呢 就趕快去買一個 來多出你的身體健康吧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裡囉 想要看我做更多的東西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